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义任意的属性 比如说呢 我们定义两个值 定义一个name和一个message 好 定义两个这样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 给这个属性提供get set方法 两个属性都要 那么当前的在action类中的属性就可以用来接收参数 同时可以用来向页面返回数据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一边 请求里边啊 我们在这儿 在这儿 我们写一个form 好 action呢 等于hello method等于post 我们在这边呢 给他传一个参数 传一个叫name的参数 好 那当我们点击这个表单的时候呢 这个name参数就会映射到当前类中的内幕属性上 它映射到这个属性上的时候呢 用的是set方法 如果你不给这个属性写set的话 那么它是没有办法映射到的 我们在这儿呢 写一个输出 接收到的内幕是 把内幕进行输出 那如果你想向页面返回一个值的话 同样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 我们在这儿呢 可以写一个hello action 当你在action里边改变了这个属性的值的话 它呢 就可以直接反映到页面上 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通过EL表达式 输出这个message 当然到现在这个message呢 是在requestscope下面的 我们重启一下 好 我们先刷新一下页面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表单里边现在呢 是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儿提交一个hello 然后点提交 我们在提交的这一边呢 可以看到你接收到的内幕是hello 并且呢 在action里边 我们给这个message这个属性进行了复值 那么可以看到在页面上拿到的是hello action这个值 它呢 在读取请求的参数的时候 走的是这个里边的set方法 而页面上在读取这个message的值的时候 走的是它的get方法 所以呢 当你在action里边去写了属性 给这个属性写set方法的话 那么这个属性就可以接收 在你的请求里边同名的参数 当你给这个属性写了get方法的话 那么在方法里边改变了这个属性值的话 它就可以用来向页面返回值 它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 这一句啊 就相当于我们在servlet里边的request.set attribute 那么这个里边的get方法呢 它它里边的set方法啊 就相当于request.get parameter这个方法 所以呢 在stress里边啊 这个属性呢 是有两种用法的 给它提供了set方法 它就可以从请求里边去读取参数 给它提供了get方法 它就可以向页面去返回值 那么这个呢 就是stress里边接收参数 它的使用 那么它接收参数的话呢 除了可以接收 基本数据类型和string类型以外 它还可以映射成实体类的类型 比如我们在这边写一个user 好 我们在user里边呢 去写几个属性 并且给属性提供get set方法 好 在action里边 我们去写一个user类型的属性 并且给这个user提供get set方法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传值 那给它进行传值 我们怎么传呢 我们先在这写一个toolsg 好 给它进行传值的话 我们是要给这个user的id和username进行传值 这里它叫user 所以在页面上呢 我们这写的就应该是user.id 和user.username 好 你加上这个属性的名字 然后点这个对象的属性就可以 那我们现在呢 来测试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 输出一下这个user 看看我们能不能接收到我们所填的数字 我们先刷新一下 清空一下 然后我们id等于123 username等于abc 我们现在点提交 看一下我们这边 我们接收到了一个user对象 它的id是123 username是abc 那么就完成了我们一个对任意实体类的一个封装 那它有这个封装的话呢 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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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